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不仅在视频中扯开头巾 坦胸露背 还把衣服给卷了起来 大跳流行舞蹈 那么该账号至今已有20万人关注 发布了276张照片或视频 那么视频的流量介于6万至120万那么多 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 购买一系列视频者还可以获得与视频主角结识的机会 那么犯罪分析师拿督杀虎哈密就说 青少年在网络上出售性感影片或是照片 将会成为被性骚扰或是强暴的高风险群体 那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有必要监督并制止这类事件的发生 另外有关当局也必须要防范于未然 而父母也需要更加的关心孩子的心理发展 以免他们误入企图 换个焦点 宾州首席部长曹关友就呼吁党内外 还想要倒朝的人士赶紧回朝 让他这个朝领导的朝廷继续带领宾州 实现宾州2030愿景 把宾州转型成为我国最优秀的州属 曹关友昨晚在主题为回朝的 恒意校友会周年晚念上自辞时 就对回朝这个主题有感而发 呼吁大家要回朝而不是倒朝 曹关友说在刚落幕的周选时 就出现了很多新闻以及猜测 不是支持曹关友 而是要倒曹关友 这令到很多支持他的社团领袖 以及支持者都在关心他 究竟可不可以过关 他说最终大家都知道 他曹关友过关了 而且是继续担任宾州首席部长 然而继续担任首长也不一定就过关 因为最近又有很多有关于倒朝的新闻了 曹关友强调自己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 而他也呼吁无论是党内或是党外人士 如果想要倒朝的话都尽快回朝 也是宾州行动党主席的曹关友说 如今的州宪法里有两届首长制 而这个修宪不是他曹关友的主义 而是党的方针以及纲领 那么宪法当中也说得很清楚 某些情况是不能够继续当宾州首长的 那么其实阿叶布迭区州议员 也就是宾州前首长林冠英 也出席了昨晚这场宴会 但林冠英致死之后 以及曹关友致死之前 就已经离席了 那么来到今天 也是行动党全国主席的林冠英 就被巡集此事 他就回应说 党内如果发生任何的事情 都应该依照党的惯例 在公开反应之前 应该先在党内部反应以及处理 那么林冠英还说 身为领袖应该清楚 党内部的事情 应该优先在党内处理 而党的秘书长陆兆福 也这么说过 那么曹关友可以向陆兆福反应 那么接着我们就把焦点 转向民政党 民政党在登加楼 可能也会有州议员做 那么民政党的全国主席 刘华彩就说 除了民选的州议员 其实在登加楼 沙巴以及彭亨 都有官委州议员的 那么刘华彩就说 民政党是已经把一份 五人的名单提成给登加楼的 州务大臣阿摩三苏里 以便选出一人 被委任为州议员 负责非穆斯林群体的权益 那么同样是在登加楼 那么掌管登加楼青年体育事务的 行政议员西山穆丁阿都卡林 就澄清说 州政府的立场是不允许穆斯林的运动员 代表该州参与体操或是孕育操的比赛 但并没有打压非穆斯林的体操 以及孕育操的运动员 相反的会继续支持 以及提供足够的设施 给非穆斯林的选手 那么另外青体部长杨巧双 在刚过的周五也表示 将会会见登加楼体操协会 以解决女子体操运动员 因为装处的要求 而被退出马云会的问题 而西山穆丁阿都卡林也对此表示欢迎 另一方面 国政兼委统主席阿末扎西就认为了 如果伊斯兰党有意成为团结政府的一员 首先就必须要先改掉 喜新厌旧的态度 他也与伊党多次与各政党进行合约婚姻 倘若伊斯兰党再不改掉这个习惯 选择与他们联姻的政党 最终都会感到厌倦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你报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